懷孕的病人目前因为伏鲁他麦是用在社户线癌的病人 是男性的病人不建议使用 如果怀孕的妇女不小心知道这个药物 其实会胎有产生伤害性 密乳期间的妇女如果使用药物 则应该考虑分泌于乳汁的可能性 这一点都是要特别小心 伏鲁他麦曾经的单独使用的时候 最常被报告的不良反应就是有男性拟乳症 乳房触痛或者有乳肉的现象 上述的现象在停药或减低剂量的时候就会消失 因为伏鲁他麦对心脏血管的影响很小 这一点倒是不像其他抗凶性素的药物治疗来讲 来得明显 另外很少发生的不良反应在这个地方有显示出来 单独使用的时候还有一些更少发生的不良反应 比如说性欲加强低胃不不适食欲不振 精子素量减少等等都是比较少发生的 合并LHRH的类似物就是Loladex Lublin这类药物 使用的时候所产生的不良反应 最常被报告的有热潮红 性欲降低阳维腹泻恶心呕吐 上述这些不良反应处类腹泻以外 以致都是由LHRH的类似物所造成的 并不会因为合并治疗来增加发生的次数 如他麦单独治疗所引起的高发生剂的男性尼乳症 如果你合并了LHRH的类似物的时候 它反而会大大的减少男性尼乳症的发生 男性尼乳症的发生 很少病人在如果使用 福利他麦合并LHRH的治疗当中 很少病人会出现这些的副作用 其他不良反应是这些 全球上是有这些报告 都是一些血医学的报告 肝功能的报告等等 所以当停药之后 通常肝功能出现异常的情形会好转 所以福利他麦相关的严重肝脏损伤 还是有死亡的报告被发现 所以福利他麦的使用 一定要很注意肝功能的一些变化 曾经有 仿单上曾经细在有两个病人 在福利他麦的使用期间 产生恶性的男性胸部的肿瘤 这点要很小心 另外福利他麦也可能会产生 除了肝功能会有改变以外 也有可能会有BUN的升高的情形 而且很少的病人 会有血清基酸肝来增加 这点可能也要注意一下